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源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4月18号礼拜四 那台股在今天出现了地震 出现地震 很多人把这个大盘的下跌怪于地震 我先告诉各位地震是1点发生的 1点之前台股就杀下来了 开高走低杀下来 我们最高的一个涨幅是80点 最低的跌幅是70点 所以来回的一个差距就已经差到了150点 1点之后发生地震之后 有稍微下一下 然后就往上跑 好我想收尾盘的原因是因为台积电 有一些全资股在尾盘是拉上来的 地震并没有影响到台积电 好 不管如何 但是在没有地震发生之前 已经有股票直接开高走低了 好 地震是大自然的能量释放 今天台股的波动 其实我们也释放了一些东西 释放了卖压 我们的卖压也释放 那为什么卖压会释放 因为连续两天成交量是冲到了将近1700亿 好像今天1696亿 那个量都太大 连续两天喷量 当然这个盘面的架构 本来就会出现一些主力容易在里面做手脚 所以容易做手脚就是 我可以边拉边出边拉边出 我甚至跑掉 所以有很多的个股 你有没有发现到 沙尾盘 你说是地震的原因吗 不是 它可能一开始就开始就在卖盘 这个今天大盘一开始就有卖压了 所以根本跟地震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概念 就是今天大盘的沙盘 早就在卖了 地震是1点钟这个位置才出来 有没有 出来之后确实有把他带打一下 尾盘是收上来 所以我想地震对今天盘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重要关键点是今天我们已经连续两天喷量之后 出现了开高走低的卖压 最明显是这支 最明显是烘海也是拉尾盘 所以把这个尾盘拉上来台积电 红海都拉尾盘 好 但是红海在早盘的时候 最高冲到97.2 有没有 最高冲到97.2 最低打到了90.5 你知道这个价差是多少吗 6.9% 红海的股价竟然可以上下波动将近7个百分点 也就说明今天往上冲高的过程当中 有人把筹码放出来了 我不是说红海结束了 而是我要大家去提防一件事情 或许后面因为红海这个郭董选总统 这个利多出来 他却造成红海是开高冲高再杀低 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 短期这个消息已经不会再影响到股价了 后面红海要往上走 除非有新的买盘进来 对吧 新的买力进来去消化掉 原先就卡位在里面的卖压 那后面或许还有一段 可这一段要走高 就不能只用一个郭董选总统 或许他初选过关了 可能会有个庆祝行情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暂时间 他必须稍微休息了 红海的休息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 不要资金过度集中在洪家军身上 因为我跟各位谈过 郭董选总统 他只是一个题材 他不会因为郭董选总统 就是洪家军所有股票 他的本质都改变变得越来越好 不会啊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题材性减退之后 资金散出来 反而有利于其他的个股或其他的类股 开始做轮动的姿态 好我想这是一个好事了 但对红海本身来讲 或对洪家军来讲 可能短期间要稍微休息 好休息也不是坏事了 休息之后再走 好休息可以走更长远 好我想 红海杀下来 但是我们的精神指标 另外一支台积电却拉上去 完全不受影响 甚至有地震也不受影响 好那原因在哪里 哦原因是台积电的第二季的营运动能 要开始拉升上来 现在在探讨的已经不是原先的7奈米 7奈米的一个优势 台积电已经是独霸天下 还有一个东西 好很可能会推出所谓 之前讲7奈米plus 现在台积电本身要讲6奈米 好这是6奈米 就7奈米的精进 好如果6奈米的部分 那良率过关的话 今年台积电动能会上来 所以台积电的动能上来 现在回头想想 当初我218推荐给你买的时候 市场是不是一片悲观 对 大摩缩199吃到饱 有没有 那台积电有没有跌破200块 没有啊 最低达到206.5 那到现在已经来到266 已经涨了60块上来 好已经涨了60块上来 那当然从台积电的涨上来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买股票是看未来 我一直跟各位谈的就是 你不要看过去 很多人做股票是看过去 然后这个外资报告是看过去不好 台积电的第一季不好 所以它下修平等到199 联昌证券下修平等到196 我说那你是看的是过去吗 我们看的是第二季的台积电的 营运动能会不会上来 下半年会不会比上半年好 如果第二季比第一季好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我问各位台积电的 因为短期间的一个下沙 它是买还是卖 我先谈台积电 再来谈后面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买218 一度打回到什么 打回到206.5 当时就是因为外资大摩的报告 看到199 然后联昌证券报告看到196 听说联昌证券还是最了解 台积电的 你叉叉的 你叉叉的 你还看到什么196 结果不管你是199或196 我们最低是打到206 然后从此没有低点 一路来到266 一路来到266 所以我想如果你买股票 只是为了现阶段的好跟不好 那就短线而已 如果你是为了未来的一个走势 那我告诉你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我通常买股票是看未来 我买股票不是看过去是 过去赚多少钱不重要 未来要赚多少钱 过去有多好不重要 未来会不会更好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点 好 不管如何台积电拉上来 当然台积供应链就一定会什么 一定会更动 对吧 没错 我有两档细致财的股票 在今天创破断新高 一档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的6643的M31 今天竟然给我拉到涨停板 来到356.5 好 M31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在280买的 对 我在起涨的前一天买 不是我有什么神通广大 而是我认为 当你筹码沉淀到一定程度之后 后面两个走势嘛 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当股价来到一个相对 在价稳量缩的情况之下 它要嘛就是往下掉 要嘛就往上涨 所以我为什么会研判 它会往上涨 而不是往下掉 因为7奈米的优势 高速传输7奈米的优势 M31是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 当你了解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当技术面形成价稳量缩 那就是买点 所以我买在280 然后今天来到了356块 所以我一张的价差大概77块 一张的价差77块 一张叫77000 你买个五张 三十几万 对吧 五张三十几万 我们不要讲十张 十张叫77万 好你买了十张77万 什么时候买的 4月1号 4月1号 我就4月1号买的 应该是4月1号 没有错 我们看一下 对 我就是愚人节那一天 280块 带我会员买进了M31 然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一张价差77块 好 除了M31之外 另外一档是更厉害的 对吧 叫3529的利旺 你们都听我讲很久了 好 那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为什么不卖的原因 有没有 你从3529的利旺 我们从218买到现在 11月27号 在这位置 我第一笔买进利旺 是11月27号的218块 我当时买利旺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一个独特性的一个 产品叫做安全性IP 它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通过了台积电很多高阶制程的一个认证 所以不管台积电是7nm 6nm 7nm plus 或5nm或3nm 它已经跟着一起做精进的动作 所以一旦台积电接到订单 那客户跟台积电下单的时候 就可能采用利旺的细制裁 我当时还买的时候 我讲得非常清楚 从218一路一路上来到什么 到280块 我还告诉各位 我还在买 对吧 后面是你买的 后面跟我没有关系 后面你要买上去OK嘛 我一路从218买到280块 我最高就买到280块 停住了 为什么 因为我做完我该布局的动作 剩下交给市场 市场真的很给我面子 从218涨到了388 在今天创波段新高 准备挑战400块了 我们218买的 到今天的388 一张的价差是170块 一张叫做17万 你当初买进一张的利旺 你用了22万 我可以帮你创造17万的价差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做股票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有耐心嘛 当我眼光对的时候 我有耐心我就会赚钱 而且会赚大波段的利润 如果说一张是170 这个170块的价差 10张不就是170万吗 10张你用了220万 买进了这个利旺 我帮你加手续费 我买218我算你220 到今天一张不是有170块的价差 10张不是170万 可是他们已经在喷出的阶段 我们只是什么 设好体力抱着而已 那我们要怎么去寻找下一个机会点 特别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股票在今天的走势里面 已经开始喷出了 有开始喷出 譬如说我觉得散热在喷出 什么叫喷出 我讲给各位听 你看 操纵最明显 这个例子最明显 然后涨停板休息再涨再涨 有没有 那就要喷出 如果今天我的力望是这样走 涨停板再涨再抽 我一定在那卖方 我一定在那卖方 因为股价不需要喷出 需要喷出的原因就是 除非你想出货 难道操纵是主身段吗 如果他是主身段OK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他不是主身段就是末身段 末身段只要喷出就不对 所以现在的力望 从200块到现在已经来到将近400块 如果他开始喷出 那绝对是末端现象 所以今天早盘的部分急冲上来 我还真有点担心 压回来很好 明天沉淀两天之后 下礼拜再慢慢的涨回去就好 好 这种涨法就OK 如果连续性的上涨非常标准 散热已经开始有人在喷出了 大涨大涨大涨 那都就要喷出 连续性的大涨要喷出 那这些股票不要碰 不管它多么吸引你都不要碰 为什么 因为风险开始增大 所以我想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行情结构 就值得关注了 那PA今天的表现也不错 也是属于跟力旺一样 是属于高档喷出的阶段 你看我用稳貌为例 稳貌的股价走势 它没有连续性的喷出还好 但是它也是在高档震荡整理之后再上来 也是很常上线 跟我力旺一样 所以没有关系 量缩之后再往上走 可是我对PA的走势 或PA的看法 我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高通跟苹果达成了和解 为什么PA就会那么强 因为高通跟苹果和解 那苹果本来以前都拿不到5G的晶片 那现在我跟高通和解之后 高通的5G晶片苹果可以拿到 所以苹果可以拿到5G晶片之后 那相对来讲它可以推出5G的手机 智慧型手机对吧 当然苹果推出5G的手机 因为5G的手机比4G的手机 对于PA的需求更大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PA往上涨 可是PA有个问题 PA有个问题 因为竞争者非常多 竞争者非常多 我刚才讲我的力旺或M31 我用这个为例子 PA里面可以竞争的 除了文貌之外 还有什么洪捷科跟全新 国外还有什么 SkyWars 跟Covo 还有很多家可以跟你竞争PA 而且我们的PA是代工 文貌是代工厂 就是我帮大客户来代工 只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但任何股价会往上暴涨的原因 是因为独特性 我的产品你不能做 我没有其他的竞争者给我竞争 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力旺 他的股价能够往上走 我会给他更高的本益比 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他的产品 没人能跟他竞争 叫做细致财 智慧财产的概念 可是PA呢 你可以做他可以做他可以做 只是你接到比较大的订单而已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好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好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PA今天真的上来 那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谈到的 高通跟苹果 相对来讲和解了 所以苹果有机会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推出5G的晶片的 5G的一个手机 但有机会在未来可以推出5G的手机 所以对PA的需求会增加 所以这个地方他拉上来 好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整个产业面搞清楚 你才会知道 你才会知道该怎么来做 我一直认为具有成长性或具有 别人不可竞争性在这个架构上中 才是我们要的成长性的股票 为什么 高速传输里面M31最厉害 对吧 在逻辑性IC里面是M31是最厉害的 在记忆体IC里面是力旺最厉害的 而且力旺比M31多了一个独特性 叫做安全性的IP M31会有竞争者 只是它的竞争力是最强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为什么细制裁里面 我布局的这两档能够往上跑 决定就太简单了嘛 买股票是买一家公司的竞争力 对吧 这才是一个关键点 好 不管如何 那么PA拉上来 我不会要 你如果你要追我也没什么意见 我觉得他们已经涨高了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竞争力没那么强 另外一个部分你要怎么布局 来我告诉各位怎么去看 我说第一季可以做梦 第二季不能做梦 为什么 因为做梦的股票 譬如说我一直用5G为例 好那5G的题材 第一季 我只要是跟5G沾上边的都会涨 不管你是连接线 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5GPA算是5G 然后光通讯有没有也是5G 那你只要跟5G搭上边的都会涨 网通有一些跟网通搭上边的5G 有没有致意先涨 基本上其实他们都已经涨一段了 现在问题就是 好了第二季出来了 第一季你们都大涨一段之后 第二季谁接到订单 你不能再跟我谈5G的概念嘛 你要跟我谈 你接到谁的订单 你的订单的动能有没有开始拉伸 因为今年是5G元年 那你有没有接到5G的订单 还是你只是指纹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还是你纯粹就是5G的概念 还有我有5G的产品推出来了 没有人跟我下单 第一季有很多股票是这样上来的 我有5G我跨入到5G的领域 还没人跟我下单 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二季会摔回去 一定会摔回去嘛 现在法人群会开始检视 是哪些公司才具有5G的概念 对吧 所以我觉得5G是我看好的 但是要往实质面走 已经不能再往做梦的题材走 所以第二季要买实质面 不能再做梦 你一定要把未来掌握清楚 我觉得投资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做股票做技术面 谁转强了跳进去 然后你都不管什么 不管他这个到底有没有前景什么 你就强势股就追进去 不是不行 而是你这样的操作方式 就算会是有金积母 我举个例子吧 我只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一天立望拉涨停满 隔一天再冲涨停满 假设你追进去了 你会不会你追到350 会不会打到320的时候你停损掉 我假设你都不愿意停损 OK 没有关系 然后又拉回到350以上 又出现了上影线 又这根杀下来 你要不要把它卖掉 会把会卖掉 结果你一个经济母 你可能中间只赚了10块20块 我可以赚170块 原因就在这边 第一个买在低档 第二个不用什么 不用技术面去追股票 而是用基本面把股票挑出来 当它技术面转强的时候才进去 所以我们是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操作 原因指的是什么 当技术面转强的时候再进去 那基本面我看好 我研究过 所以当我们买进去之后 假设股价掉下来 有像我们昨天切建立档车 车用电子 今天股价也跟得起压怀 结果会人在问可不可以加码 我说可以 对吧 我敢讲可以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基本面研究过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为什么有些股票压怀之后 杨老师竟然可以告诉会员说 还可以再买 那个绝对不是技术面可以 你不是技术面可以涵盖的 我问你 当力旺跌破月线时候 跌破月线的时候 杀坏的时候 我问各位 很多人在问老师力旺要停立了 我说不是继续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的未来前景 你了解到你的个股的产业前景 当它力多的效益没有完全发酵的时候 除非连续喷出 如果你连续喷出我就会卖 你就开始调节 我们不会全卖 但会开始调节 你如果没有连续喷出 我就不理你 今天上影线 明天修正回来 然后你只要没有喷出 就没有出货的疑虑 没有出货的疑虑 我就不理你 如果你是连续喷出 譬如说今天上影线了 明天又冲上去 后天又大 这个礼拜一又大涨 那可能短线上面 可能在400块那边 或400块以上 稍微要调一下 是这样的概念 好 不管如何第二季要买十字面 所以我说 要了解才是重要 要了解才重要 像我的儿子 小时候他很喜欢听故事 我老婆都会在睡觉前 可以跟他讲故事 有一次讲了一个小红帽的故事 好 当我老婆讲到小红帽 成功把他奶奶 从这个大野狼的一个肚子里 救出来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问我的儿子 那他们小时候 我会问他 我说这个故事 让你得到什么 让你学到了什么 好 我们每一次的操作都要什么 都要学到一些东西嘛 好所以我就问我儿子 这个故事 让你学到了什么 那我儿子就回答我说 吃东西一定要嚼碎 好 吃东西一定要嚼碎 你用吞的话 很容易就被人家拉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 然后也要学一些东西 所以我常在讲说 我其实我也在学 那我希望学得越精进的话 对我的会员越有帮助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不管如何第二季十字面的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们可以十字面的跟各位谈 第二季我最看好什么 Name Flash 所以你看 这个已经还蛮厉害的 去年在高档震荡 这个已经在高档震荡 除了细制裁之外 那Name Flash 好 Name Flash的部分 基本上它在高档震荡 这个高档 那二线的是杀回来 但一线的在高档震荡 那将来的部分 Name Flash上去之后 那二线还是会上来 所以你要了解到 那个产业的脉动 那第二个我看好的什么 工具机 我不是告诉你三月落底 四月回稳 五月升温 因为他们在工具机展接到订单 而这个订单 会反映在它的 不管你是短单或集单 会反映在四五月份的营收 我们用龙头为例好不好 所以上银拉回来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对吧 上银压回来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我的可以是取 这个什么取决于它的产业面要复苏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些状况 你就知道该怎么来做 包括了细制裁 我就不再讲 刚才讲过很多细制裁 工具机细制裁跟Name 是我要的 好 所以我想除了这个之外 十字面该怎么去探讨 这个礼拜六 别忘了 我差点忘记了 礼拜六 四月二十号礼拜六 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 我有两场说明会 我的题目定的很简单 Q2买好股 Q2就指的是第二季 你一定要以业绩面为主轴 而不能再做梦 所以Q2买好股 财富爱香水 好 那在这一场说明会 我也挑出了三档好股票 好 这三档好股票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第一档叫5G成长王 今天稍微冲一下 尾盘又被压回来 好 没有关系压回来 你才可以买的低价 好 那5G成长王 他真的是5G的实质收费 因为从三月份的营收动能里面 我看到了他的5G的产品的订单 那么基本上这个比重 营收比重已经占到5%了 实质开始在接单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他的三月营收创新高 第二个部分 他的产品具有独特性 也就是他的产品 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在国内 我讲的是国内 国外一定有 在国内没有人能够跟他竞争 是不是他具有一些独特性 我很喜欢要这个独特性 我刚才不谈到了吗 你说5G的网通 好吧 做网通设备的 有没有 有很多 这个有讯 这个明太 郑文 智义 都是嘛 甚至包含什么 包含了那个中壘都是 你竞争者可普遍皆是 那有什么独特性 就没有 那我说的这党5G成长王 他是没有竞争者 那没有竞争者 就代表他的优势是存在的 而且已经开始接到5G订单 这次我非常看好 好我会在演讲会场中 跟各位分享 第三个 他打入华为供应链 对吧 他会开始拉货 是因为华为开始下单吧 我今天打进三星供应链 我打进谁的供应链 你没有下单5G 没有用啊 那只是概念而已 我现在要的是实质性好不好 5G成长王 今天稍微冲一下 尾盘压回来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希望他在 礼拜六之前都不要太大涨 小涨没有关系不要大涨 然后我可以跟你分享 第二档叫车店的新兵 今天已起压缓 那车店新兵里面 那么重点是他跨入 这个车店的领域里面 领域里面之后 已经接到了BNW订单 没有接单我不要 他通过了兵士BNW跟福斯的认证 现在已经开始在接BNW订单 而且还有一个叫智慧照后镜 推出一个新产品 今年成长动能非常强 这也是我要的 那第三档是属于价值出发成长画梦 有一档比较 我称之为价值抬头的A级概念 因为他BB很低 殖利率很高 高达到7%以上 那现阶段市场很冷门 这样没有人注意他 我要的就是这样 我不是要的就是你冲上去的股票 那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要的就是还没有大涨 但是将来有机会大涨的话 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是不是上上一次演讲会场当中 跟你分享的时候 当时的哑光也没有涨 后面哑光碰上去了 好所以我想这一次演讲会 这个在这个礼拜六早上在桃园下午在台北 4月20号 第二季买好股 财富爱香水 欢迎各位 这个因为好朋友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欢迎你先加入的LINE A的好友 然后在上面点选登记刚报名 那LINE A的就是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你在那个LINE上面去搜寻 用ID搜寻小老鼠FU8899 欢迎各位加入LINE好友 点击登记报名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